大家好,我是犯罪市长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谍中谍系列电影第五部的故事 在上一部中,特工伊森带领小队成功阻止了恐怖分子引爆核弹,拯救了美国的民众 但在拯救过程中的一些行动,却令中央情报局感到无法忍受 因此现任情报局局长白书向议会提出申请 解散伊森所在的不可能任务小组 上次任务完成后,特工鹰眼就留在组织内干起了文职 听证会上,尽管鹰眼一直在尽可能回避问题 但不可能任务小组的行动确实造成了不可忽量的破坏 比如,上一部中被意外炸毁的克里姆林宫 在商量过后,议会主席同意了局长白书的要求 解散不可能任务小组,并召回所有成员 那么,这么重要的时刻,伊森在哪呢? 故事还需要回到几天之前 伊森获得情报,一小伙恐怖组织偷走了巨量的毒气弹 正准备用飞机运走 得知消息后,伊森带着几名队员很轻松就完成了任务 将毒气弹从飞机上截获 随后伊森来到组织位于伦敦的据点 这是一间CD店 伊森与美女店员对过暗号后就来到里屋接受指数 情报显示这伙人就是普通恐怖分子 根本没有能力获得如此巨量的毒气弹 这侧面佐证了有一个幕后组织正在积极策动叛乱 而上级相信这个幕后组织就是伊森在过去一年所追踪的集团 辛迪家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据点的安全系统已被人攻破 这个名叫辛迪家的组织向伊森发出了警告 等着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话音未落,房间内被注入麻醉气体 屋外的美女联络员在伊森眼前被突然出现的眼镜书一枪击毙 这个人是谁,是什么身份,我们在后面揭晓 不知过了多久,伊森在一间地下室醒来 眼前还有一个美女,死女名叫伊莎 看面相应该是女主了 他的另一个隐藏身份其实是英国情报局的特工 对伊森是时好时坏 不过伊森此时还不知道 就在伊森疑惑之时,另一伙人走了进来 领头的伊森认识,下手狠毒,外号骨壳医生 不过官方宣称,他三年前已经死了 在这里见到他,伊森更觉得困惑 不过看他的样子像是不准备让伊森活着出去了 此时伊森突然注意到伊莎暗中向自己示意要帮助自己 说时迟那时快,伊森直接起身踹倒眼前敌人 结果钥匙后,接住自己逆天的核心力量 硬生生挣托了束缚 在打倒楼楼后,伊莎带着伊森向外逃去 可在最后一个门前,伊莎停了下来 他不能留活口,因为他还有任务要完成 二人就在此分道扬镳了 出来后,伊森给在组织管事的鹰眼打去电话寻求帮助 可得到的却是不可能任务小组已被取缔的消息 于是只得挂到电话,靠自己来执行这次任务 六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在此期间,情报局一直想方设法地想要抓住伊森 伊森则边逃亡在世界各地,边搜集着情报 这天,情报局得到消息知道了伊森的位置 于是便派了特种部队前去抓捕 部队毫无意外扑了个空 这其实是伊森一个废弃的据点 不过鹰眼却发现墙上伊森搜集的信息 这些人是各个国家已经通报失踪或死亡的特工 伊森搜集着干什么 所有人虽然不解,但这其中必有秘密 另一边,和伊森一起阻止核弹爆炸的技术员队友小班 在被情报局召回后就在局里天天摸鱼 同时还要面对每周一次的测谎检测 来检查他是否和伊森保持联系 六个月内,小班变着花样的侧面回答 让他甚至烦躁 这天,小班正在日常摸鱼 突然收到一封信 信里是维也纳歌剧院的门票 原来是自己中奖了 为了放松心情 小班穿着西装坐着地铁就去了 刚出地铁,小班就被人塞了一个袋子 里面是一副眼镜 戴上眼镜后,伊森的声音随之响起 小班也明白自己中奖都是伊森安排的 不过能再次和伊森联系上 让小班激动不已 伊森这次找到小班 就是为了让小班帮助自己找到眼镜书 不过今天的歌剧院有些不太平常 奥地利总理今天也来到了这里 欧洲一国的首脑和伊森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今天必然有大事发生 小班按照伊森的指示来到变电室 黑掉了剧院的监控 开始挨个查找 有没有符合眼镜书长相的人 虽然没有发现眼镜书 但小班在后台发现了一名杀手 在小班的引导下 伊森一路追踪着杀手 半路却突然出现了 穿着黄色长裙的衣裳 但没时间管他了 伊森趁着杀手装枪的时间偷偷靠近 此时小班向观众展示了自己的坑队友能力 一个失误造成伊森所在的平台直接升空 导致伊森偷袭失败 和杀手正面对峙起来 这时伊森发现 这个高手人高马大 力气比自己要大得多 还特别耐大 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好在伊森比较灵敏 趁机把杀手踹了下去 不过此时又一个难题摆在了伊森眼前 控制室内还有一个杀手 准备刺杀台上的总理 而另一边阁楼里的伊莎 也已经架好枪 看样子也是要杀总理 简单思考了一下 伊森果断做出决定 拿起地上的枪射中了总理的右臂 从而让其他两人的子弹打空 保住了总理的性命 很快安保人员就封锁了剧院 逃跑的伊莎 遇到了伊森 在伊森的帮助下 二人从楼顶成功逃了出去 刚走到街上 坐着总理的车子突然发生了爆炸 幸好小班开着车及时赶到 接走了伊森二人 车内伊森边搜身 边问伊莎为什么要刺杀总理 伊莎回答说 自己是辛迪家内部的卧底 刺杀总理计划是能否重获 眼镜叔信任的考验 自己原计划是打伤总理 可没想到眼镜叔居然又派了两名杀手 并且还将汽车炸弹作为杀手键 说完这一切后 便跳下车去 他现在还不能离开 此时情报局的白叔 也看到了维也纳歌剧院遇袭的事情 而这就发生在小班刚去不久后 白叔下令派出特别行动队 追捕二人 并强调无论死活 从剧院离开后 伊森带着小班 来到自己的一处秘密基地 将自己这段时间所调查的真相都告诉小班 今天剧院出现的两名杀手 官方宣称已经死亡 伊森还一直在追踪眼镜叔的行踪 却发现是要他到过的地方 飞机失事 工厂大火 总统遭遇车祸 各种堪称恐怖行动的事情频频发生 这些事情环环相扣 由某个组织精心策划 而这个组织就是辛迪家 和不可能任务小组一样训练有素 却扭行着截然不同的使命 而能否将这个组织揪出来的关键 就是眼镜叔 说完这一切后 伊森给小班准备了护照钱和路线图 希望他可以秘密回到总部 不必因为自己被通缉 可小班却拒绝 他选择为了朋友留下来 与此同时 伊森被带到了眼镜叔面前 伊森两次让伊森逃走的行为 引起了眼镜叔的怀疑 但出于对伊森能力的欣赏 眼镜叔再给了一次机会 让伊森亲手抓住伊森 伊森似乎早已经料到 在车上给伊森留下了线索 果然伊森二人顺着线索 一路来到了摩洛哥 再次见到了伊莎 伊莎给他们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眼镜叔真名叫莱恩 曾经是英国情报局的一员 但因为一些原因 他离开了 并且一手创立的辛迪加组织 伊莎也是奉命去当卧底 在经过伊莎两年的努力后 现在终于找到了摧毁这个组织的关键 原来眼镜叔有一本账册 上面记录了辛迪加所有的成员信息 而这本账册被一个叛徒在生前藏在了一所 由军方守护的发电厂地下中控室 想要进入其中下载账单 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这不瞧了吗 在不可能任务小组面前 就没有任务是完不成的 想要进入中控室 要先通过设施大门 进入一个要求指纹识别的电梯 然后分别打开三个组合密码锁 这几项还算简单 最难的是最后一关 步态分析 这个仪器会分析你的步态和表情 甚至脸上每一块肌肉的变化 只要不对 就会被当场拿下 但也不是没有任何办法 只要能够将位于水下 圆缓储存室内的安全档案 给替换一下 上面的人就能够顺利通过 不过问题又出现了 储存室内有金属检测仪 这意味着不能带氧气瓶 算上游过去加更换档案的时间 差不多要摒弃三分钟 摒弃三分钟 加剧烈运动 观众朋友们 请把不可能 把它公平上 可还没等一僧说什么 小班立马就接了下来说道 自己来负责上面 伊森负责进档案室 看了看对自己自信满满的小班 伊森也不好说什么 说干就干 第二天 三人就开始执行计划 伊森从入口跳水进入 伊莎在平台上关闭水冷系统 小班则从正面进入 为了这次行动 伊莎特意准备了 能记录氧气含量的潜水 辅给伊森 并一再嘱咐 三分钟内一定要从维修通道出来 深吸一口气 三分钟倒计时开始 伊森向漩涡中心垂直落下 顺着水流进入了档案室内 经过一番寻找 伊森找到了存放安全档案的装置 很快将其拆线下来 可就当伊森准备替换时 被档案室内的机械壁意外击中了 档案卡也随之掉落 俗话说 坏事成双 发电厂的工作人员 检查到了档案室水冷系统的异常 进行了重启 瞬间 档案室内变得不平静起来 面对巨大的冲力 伊森艰难地拿到了档案卡 并在小班即将被布袋分析识破前 成功更换了档案 小班顺利通过最后一关 可伊森却遭殃了 冷却系统重启 维修通道被锁 再加上氧气消耗过大 伊森再没有力气打开眼前这道生命之门 随着最后一丝氧气耗尽 伊森昏迷在了水中 就在此时 伊沙犹如神兵天降 进入档案室 拖起了昏迷的伊森 并借助水流 打开了逃生通道 这才救了伊森一命 下载好仗册的小班也匆匆赶来会合 和二人分享成功的喜悦 可还没等伊森从溺水中恢复过神志 一旁的伊沙突然翻脸 用除颤器垫晕了小班 抢走了下载好仗册的U盘 此时 鹰眼带着和伊森合作过多次的超级黑客黑哥 也一路通过线索来到了摩洛哥 正好撞见了开车追伊沙的伊森两人 和另一伙骑着魔头黑衣人 原来 伊沙引诱伊森来找自己 就是为了利用伊森偷出仗册 好让自己能够尽快完成情报局的任务 摆脱眼镜书的控制 没什么好说的 追起来吧 三方人马在小镇里来回穿梭 不过伊森身体还没恢复 车技不太在线 在撞翻两个黑衣人后 车子不小心翻了 此时 另一名黑衣人赶来补刀 不过他磨磨唧唧的样子 让人看着难受 及时赶来的鹰眼 索性直接将他撞飞了 从车里出来后 一旁的高速路上传来 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是伊沙 其他三人还没反应过来 伊森已经骑上旁边的摩托 加足马力追过去了 又是一场热血沸腾的追逐战 但俗话说的好 带上眼镜的阿汤哥 是无敌的 伊森直接表演了一手真人暴力摩托 解决了几名杂兵 可最后却因为 避让突然闯出的伊沙 而摔了车 最后只能躺在尘土中 看着伊沙扬长而去 伊森一脸颓废的来到一间酒馆 好在随后到来的鹰眼一行 给伊森带来了好消息 资料小班备份了 有备份你不早说 害我追了半天 伊森话到嘴边 最后还是没说出去 另一边 伊沙在拿到幽盘后 便直接来到伦敦 见他的直属上司 军情六处的处长 将幽盘放到处长旁边后 伊沙表露出 自己不想继续当卧底的想法 可处长一口回绝 并且让伊沙把幽盘带回去 他不相信这么重要的账策 会被伊沙给拿到 这有可能 也是眼镜书计划中的一环 为了让伊沙能够重新获得信任 处长还指示伊沙去杀伊森 如果伊沙不同意 处长就将他交给 正在通缉他的美国中情局 伊沙愤然离开 但他想不到的是 处长用了些小手段 把伊沙幽盘里的信息删除了 这里面肯定有隐情啊 伊森这边也遇到了新麻烦 幽盘里的信息居然是红盒子 红盒子是英国政府 用来传送国家机密的 它有三重加密 想获得其中的信息 需要通过指纹 视网膜 以及由英国首相亲口说出的某段话 也就是说 想要知道里面的信息 就必须绑架英国首相 如果不 那么之前的一切全都白费 四人还落得中情局的通缉令一张 谈话期间 黑格在电脑上再次追踪到了伊沙 随后 四人在伦敦机场成功堵到了伊沙 见此情形 伊沙也坦白了 将自己军情六处特工的身份 一五一十地告诉伊森 可就在两人谈话期间 四人的通话被人干扰 再一转身 小班被人抓走了 几人分头去追 还不小心弄丢了伊沙 没过多久 严静叔就打了电话 威胁今天午夜前 把瓷盘解密后带给自己 否则小班就小命不保 伊森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可这却遭到了英言的反对 他理解伊森想救小班的心情 但他不得不为自己的国家考虑 绑架英国首相 很有可能 让美英关系回到冰点 于是 英言便在私底下联系了中情局局长白叔 行动的日子选到了英国首相参加拍卖会这天 白叔见到了英言 同时也看见了刚下车的英国首相 白叔这才意识到伊森的目标 居然是英国的首相 于是他赶忙找到军情六处的处长 说明情况 很快 首相被人叫到安全屋内 白叔将可能遇袭的消息告诉首相 英言还顺便提了一句心底家 话音刚落 首相反问处长 他说的不会是那个心底家吧 处长哑口无言 英言又继续问首相 是否知道眼镜叔这个人回答是肯定的 原来心底家是由处长创造的一个概念 通过征召其他国家的前特工 给他们新身份 让他们铲除英国境内及海外的敌人 而他的行动资金就藏在一个离岸红河子里 但这个项目在启动阶段便被首相给否决了 没想到处长居然私自启动 现在还导致这个组织脱离了控制 违汉一方 首相气愤的起身离去 却突然被处长用麻醉枪射中 随后在白叔错恶的眼光下 伊森撕掉了面具 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这样一来 白叔确定了心底家的存在 又可以打开红盒子来救出小班 打开红盒子后 伊森一行震惊了 里面足足有24亿无法追踪的英镑 也就是洗好的钱 每一个账户都有独立的密码 看着这一串串数字 伊森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来到一家露天餐厅 伊森见到了被绑着炸弹的小班 和一旁的伊莎 眼镜叔则在幕后操作着一切 但伊森突然反将一军 他已经将磁盘破坏 所有资金的操作密码 都在伊森的脑中 伊森决定先给眼镜叔5000万 让他放了小班 最终眼镜叔妥协了 同时命令手下活捉伊森 伊森和伊莎点了点头 开始和对方交战 伊森挡在伊莎面前 仗着对方要活捉自己 狠狠教训的对方 随后二人分开逃跑 眼镜叔也不继续躲在幕后 拿着枪追起了伊森 伊森假装力竭 躺在管道中 将眼镜叔引诱了下来 就在眼镜叔准备 发表自己的胜利演讲时 四周突然升起一层防弹玻璃 将眼镜叔死死困在了里面 太伤自尊了 一代枭雄居然被这样活擒了 伊森感叛道 随后玻璃间内被注入麻醉气体 眼镜叔愤怒地举枪射击 但依旧是徒劳无功 伊森这招就叫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故事的最后 眼镜叔被众人打包运回国 白叔也在议会上提出 恢复不可能任务小组的议案 世界再次和平 影片中 徒手扒飞机的惊险戏 由阿汤哥本人亲自实拍完成 一共拍了八遍 在1500米高空的飞机外壳上 悬挂了20多分钟 他和飞机之间 仅仅用了一条非常细的绳索相连 为了拍摄一个水下长镜头 阿汤哥在水下憋气长达6分钟 如此几乎拼命的态度 相信也是阿汤哥受到大家喜欢的原因吧 下次将为大家带来 蝶中蝶系列的最后一幕 敬请期待 好了 我是市长 下期见